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新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2020到底怎麼了 不能忽視的猝死警訊 我曾經遇過一個 第一學界的前輩 前胸後後輩 失裂疼痛到冒冷汗 我懷疑我主動賣玻璃 她太太到了 她是在交代她後世和民主 她之前是來找我看 夫妻中止症候群 她又病發有氣喘的狀況跑出來 她太太也發現 因為分房睡嘛 整個已經發黑送急診 還是告訴大家 盡量不要一個人生活 今天呢 俗女們要來跟大家一起聊聊 最近大家非常關心的話題 就是前一陣子呢 也是剛好我們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聽到就是小鬼 非常年輕才三十六歲 就突然在家中猝死 後來才知道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主動賣玻璃 對啊 而且我都會覺得說 這麼的突然讓人家毫無防備 實在太不公平了 至少我在生病 不健康的時候 這種是有一點警訊吧 對 所以今天也幫大家請到了 我們俗女的醫師團隊們 要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這個關於最近新聞上的 這些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就先從 對啊 陳冠仁醫師 真的 我想最近 大家應該一直在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有關這個主動賣玻璃 還就是為什麼小鬼 這麼地突然走得這麼快 主動賣玻璃平均來講 只要一發生 跟心肌梗在差不多 一個病如果有四個裡面有一個 所以當場掛掉是很嚴重的情形 對 那剩下的人 你兩天內不處理 大概會有一半的人會掛掉 所以它是屬於非常急迫 不處理會死亡率非常高的一個疾病 主動賣是我們身體 最大一條血管 那其實血管 我們這個動賣 它其實外面是有三層結構 對 像同心圓一樣 那其實主動賣玻璃 就是指它內層 最裡面那一層 出現了一些均裂 裂痕 所以導致血流不斷地衝 之後把那個裂痕衝破了 所以它變成說 在內層跟中層之間有一個洞 有時候我這樣解釋 大家不見得很能夠了解 那我會用一個 我自己認為可以比較好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穿過西裝 西裝外套 裡面有個內襯 對 內襯 那有些時候 像我自己的西裝外套 我穿了十年會穿到破掉 內襯會破掉 這麼省喔 對 所以 所以你有時候穿衣服有沒有 我穿出去怎麼弄不到點 因為你穿到內襯根 會插到那個洞 對 這就是主動賣玻璃的概念 它裡面破掉了 但是它外面沒有破 所以它的血會一直衝向那個洞 把那個我們叫假腔 越撐越大 撐大之後它會壓迫到真正血流 應該走的地方叫做真腔 然後壓迫那邊 壓迫那邊之後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因為主動賣它是要送血給全身器官的 它如果真正的道路 被你的假腔給壓扁的話 其實全身器官都會失去血液供應 對 所以其實主動賣玻璃 除了胸痛之外 它會併發很多 包含腦中風 包含心肌梗塞等等 它只要擋住任何 送往其他器官的血流 就會造成那個器官的問題 對 所以回過來小鬼 它應該是 所以它可能裂的地方 剛好在我們供應心臟的 冠動動脈的開口 是 所以因為假腔太大了 把那個心臟血液的開口 給堵住了 它等於是 又合併了主動賣玻璃 又合併了心肌梗塞 所以是死亡率又更高了 我真的聽到一直起雞皮疙瘩 大家覺得生命真的好脆弱 對啊 所以那難道就是這麼 它的這個搶救的關鍵 是這麼急迫嗎 有人是可以救得回來 為什麼有人就救不回來 其實原則上 我們主動賣是一個最糖的血管 所以它裂的位置 它裂的狀況和程度 其實就是影響到我們 救的那個關鍵 所以大家很年輕人 在擔心這個疾病 其實應該說 你有一些 其實這條血管的品質 會越來越差 這時候才會 因為血液的沖刷 才去受損 所以原則上 它的耗發年紀 通常都是五六十歲 而且你有一些三高 慢性病等等的 一些危險因子 加種在一起 比較容易耗發 那它有這個的話 它沒有一些事前的徵兆嗎 它從心臟出來 是一個拐杖型的 它是往後繞 所以它大部分在裂的位置 最危險的地方 就從肌部開始 因為它就是承受壓力 最大的地方 所以當你有劇烈的胸痛 而且這個胸痛 其實會沿著 我們身體的重軸 因為它的走向就是 在我們的中心 偏後方 會有點類似像 因為我沒有痛過 我無法去描述 但是大部分病人 會描述 就是沿著中線走 而且那個痛是 像撕裂 甚至有人會描述 像刀子切的 這種尖銳的疼痛 其實那個就類似 主動脈正在 被比尋常的痛 對 其實出現這種症狀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 它裂的位置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所以有時候 它表現的是喘 它有時候表現的是中風 有時候表現的是腰痛 當然有剛剛描述 那種很典型的狀況說 你一定要就醫 為什麼 我曾經遇過一個 醫學界的前輩 他在家裡就是忽然 就是很典型的胸痛 前胸後後背 撕裂疼痛到冒冷汗 他被送來急診的時候 血壓非常的高 他來到急診室 直接跟我們看診醫師說 學弟 懷疑我主動脈玻璃 因為症狀太典型了 他自己就已經做判斷了 對 那我們就進去做 果然就是主動脈玻璃 那大家就知道 我們醫師都知道這個危險性 因為剛剛陳醫師有說 對 支持率非常高 在跟時間搶人耶 看到下一刻 他從電腦斷層式移動回來 急診室的時候 他太太到了 對 你就知道他趁他年輕的時候 他也知道說 接下來是要進行一個大手術 而且是有一些 生命摧毀的狀況 但後來當然 一開始我們做了搶救手術之後 他是有一些併發症 有併發嚴重的腦狀風 不過他當下那一刻 手術是有成功的這樣 所以其實 你的典型症狀發生的時候 還有即時就醫 然後你夜的位置也是在 可控制的範圍內 其實這才是搶救的關鍵 如果說 他的那個學長在更早以前 直接到急診室 然後說他是主動賣玻璃的時候 那時候的死亡率又會更高 因為其實開刀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醫學開刀 很多東西一直一直在進步 其實大家也不要害怕 搶救機率比較高了 對 搶救機率會比較高 但是有時候就是 怕就是怕在 就是說他一下子併發 像剛才關鍵醫師 還有魏主恩他們講的 就是說 一下子你突然間 裂的點又併發心肌梗塞 或者是你裂的點又併發 他馬上併發腦狀瘋 那這時候搶救就會變得 非常非常困難 那另外一個是 有些疾病 當然你一發作的時候 像黃黃森先生 如果說他一發生的時候 馬上有人在旁邊 我想以他的狀況 其實真的還是很難 但是有時候有些疾病 沒有那麼誇張的時候 或許有人在旁邊 他最主要是提心有一點胖 對 然後睡覺有一點打憨 那就是新婚不久之後 老婆就叫他來找我們看 因為他覺得他有代謝疾病 他完全沒辦法跟他同房睡 所以他來反而發現 有輕微的一些高血壓 跟輕微的糖尿病 都是輕微的代謝性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必須要控制你的血壓 控制你的血糖 那你必須要做適度的一些減重 那當然結婚之後 可能結婚有結婚的壓力 再加上有工作的那個想法 其實他的體重反而是在緩步上升的 然後在追蹤的這個狀況底下 那一開始來是不用到 帶到什麼揚牙呼吸器 到後來的時候是越來越嚴重 結果後來他這個追蹤一兩年之後 他又併發有氣喘的狀況跑出來 好啊 併發氣喘的狀況跑出來 每次都問我要怎麼辦 我說叫你要運動這樣 你要減重 你又不減重 對啊 你看我 我都受回我學生時代的體重了 對不對 陳醫師 籃球隊喔 籃球隊的體重 你就是病人最好的榜樣 沒有 對啦 其實也是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健康也為了帥氣 真的啦 對 健康很重要 然後結果但是這個故事 雖然中間這樣子 其實還滿不鮮 後來這個病人是在家裡 臨時就是說送急診 是他太太也發現 因為分房睡嘛 那有一天禮拜天早上 發現怎麼到中午了 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就去看他 就整個已經發黑送急診 那發黑送急診的時候 其實他床頭櫃其實有那個 氣喘的那個噴氣這樣 可是因為我在想 我們後來他來的時候 因為已經黑掉 然後CPR怎麼樣都回不來 那後來大家判斷了一個原因 就是說 他應該是有很厲害的 呼吸睡眠中止以外 加上有氣喘發作 那你今天如果說 你旁邊剛好有人的時候 即便你那時候自己沒有能力 去拿那個所謂的急救藥物 對 旁邊的人應該可以幫忙一下 就是還可以這樣提一下旁邊的 說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你不舒服 然後趕快要幫忙照 對 今年2020年 演藝圈的有些也是因為 都被發現在獨居的不幸嘛 是 對 所以其實還是告訴大家 不要 盡量不要一個人生活啦 什麼事啊 對 你覺得他有選擇 誰想要一個人 不是啊 你看我們這些 有誰想要自己睡的耶 我們也很想有別人一起睡 不是啊 不是啊 就都會單身啊 不然可以揪 揪一起 揪一起睡 陳醫師你負責幫我們 整個團隊都要找到另外一半 消出去啦 消出去好不好 各個條件都不錯的 我們剛才聽到前面醫師講 我們會產生年輕人的猝死症 大部分就是呼吸道 被突然阻塞到 或者是血管被阻塞到 對 或者血管破裂 造成你的這個養分 沒有辦法輸送到組織 你就化石就可能猝死 那我有一個病人 大概是我在以前 在醫學中心值班的時候 就是急診來嘛 那他是因為急性的偏頭 急性的頭痛來的 然後我下去看的時候 他大概血壓到兩百多 年輕人二十多歲而已 也是瘦瘦高高的 那我就跟他家屬解釋說 他的情況 因為他這個年紀的話 我們比較懷疑是 可能是 動靜脈畸型 這個是小時候 如果我們有去檢查 我們會發現的嗎 還是說 如果有檢查會發現 可是通常我們不會去檢查 不會檢查這個 因為你沒有什麼不舒服 或什麼症狀 對 沒有什麼症狀 那這個病人的話 我們就是懷疑 他是動靜脈畸型的時候 我們就做 進一步的血管的檢查 那我在跟家屬解釋的時候 然後跟他講說 後面的血管攝影的時候 病人就突然就又昏倒了 瞳孔就放大了 這麼突然 所以急救也來不及 為什麼 就不回來 我們懷疑是不是就是 就是他這個動靜脈畸型 又在破裂 對 大量的出血 結果就造成 你沒有辦法挽回 其實我們就算知道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 做什麼動作 因為他破裂的位置 已經破裂了 我們根本來不及去動他 因為我們人的腦 只要缺氧五分鐘以上 就壞死了 沒錯 所以我另外還有一個病人 大概也是十年前 這個我印象還滿深刻 因為他是一個 綜合高中的學生 然後他在運動 都很年輕耶 對 都是很年輕 他運動打球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就昏倒了 然後被送到醫院來 我們急診是做了電腦斷層 也是發現他是腦 初血性腦中風 對 那因為他的初血 是比較靠外圍 表面的部分 然後可是他的血塊又很大 所以我們要趕快去做一個減壓 不要讓他在其他的腦組織 再接受到二次的傷害 所以我們趕快就先開進去了 那開進去的時候 做這個血塊的清理的時候 突然之間也是冒大量的血 冒出來 為什麼 那血是用噴的 我們就趕快用這個紗布 然後指頭把它壓著 然後趕快叫那個我們的 就是跟診的護理師去準備血管夾 然後去準備另外一套的 抽吸的設備 因為我們只要打開一看 紗布衣一開 就五百CC的 就開始噴了 對 所以我們在血海裡面 我們根本就做不了什麼事了 對 所以這些準備好了之後 然後後來是順利的是把它夾 把那個初血的血管給直血住了 所以後來有 後來有去做檢查 做了血管攝影之後 我們可以確定 那兩個都是一樣動靜脈肌型 可是它出血的位置 不一樣 對 然後它出血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介入的時間不一樣 後面這個病人 我們剛好在可以控制的時候 去做處理 把它密集回來 所以動靜脈肌型的病人 他自己平常以往的生活 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 完全沒有症狀 除非它破裂 對 動靜脈肌型 基本上它是一個先天的問題 那如果我現在很擔心 我想要去健康檢查可以嗎 像我們的血管系統 我們從動脈 然後把那個含有氧分 跟那個氧氣的血 送到組織的靜脈去做交換 然後從靜脈出來 中間有一個微血管 那這個微血管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動脈血的血壓 給緩衝掉 到靜脈的時候就沒有 那有些人他在某些地方的 微血管沒有長好 沒有發育好 動脈的血直接去沖靜脈 所以簡單說起來 就是其實除非有狀況 不然也不容易插到對不對 不容易 因為你不曉得 什麼地方 每個地方都有微血管 今天大家分享的案例都好沉重 侯醫師你也是 急診症是一個非常 跟生命搶救 跟拔河的一個地方 對 那時候在指的時候 就突然就直接通知說 送一個直接在家突然 倒下去猝死的一個年輕人 很年輕 才二十多歲 就二十多歲非常的年輕 年輕人這種最常見 因為跟老人家不一樣 老人家比較常見一些心肌梗塞 跟年輕人沒有特殊問題的話 他血管也不會到那種 心肌梗塞的程度 不是不可能 可是機率相對會比較低 那時候在幫他做一些 聽診檢查的部分 心電圖那些 大家都當然都是一起做 他也是發現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在聽診的時候 他一邊的肺的聲音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種 氣流的聲音 一邊就是還有氣流的聲音 那這種東西最常見的就是 叫 就是這邊整個氣就是 整個全部都是空氣 那如果氣太多的話 它就會越壓越嚴重 那所以如果多到更嚴重的話 不是壓住肺喔 所以你的心臟整個 就會被它壓住 會被擠到 壓到另外一邊 壓到另外一邊 這個都有可能 壓到另外一邊以外 你的血管主要打血出來的血管 全部被壓住了 那變成是你的血 完全都打不出去 吸不回來 沒辦法作用 所以就變成是 你的全身血流瞬間都停掉了 對 所以這種一聽到 當然就是要立即的做處理 最重要的立即處理 是 可是在放的時候 壓力是非常大 因為過去 我有看過電影啊 他急救的時候 氣胸就這樣自己往自己 那個肺這樣一插 然後他這樣 然後主角就可以再火一下這樣 所以那個就是類似 氣球的感覺啊 真的就是類似這樣 對啊 可是大家這個東西 在直接在砸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 那壓力有多大 對 最大的壓力是因為 你還沒有X光還沒有照 那所以你就是 聽得就判斷 真的瞧一瞧覺得 它好像真的就是氣胸 如果你直接給它砸去 是直接中肺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會直接變成血胸 肺直接被你做死砸 所以要插得準才可以 對不對 不是插得準 你要確定你的診斷 是有信心的 對 所以在砸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定的壓力 那可是不砸不行 等到X光來照 它那個心臟已經被壓住 缺血會缺得更久 那砸去的時候 真的就空氣就真的 趕快就很多氣跑出來 那可是跑出來的時候 當下的血流 有稍微恢復一點點 可是問題是 它最後沒有流下來 為什麼 它最後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部分 可能真的缺血太久了 那氣胸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很常聽到 可是為什麼有些會活下來 有些卻沒有活下來 那這個病人看起來 它為什麼會氣胸 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身材 是高高瘦瘦的 那高高瘦瘦的身材 對於那種年輕的時候 它對於組織這種拉扯會比較大 所以它比較有可能那種肺炮 它自己就會破掉 就是因為它拉扯張力會比較大 這樣第二件事情是 它其實長期有一些吸菸的狀況 它二十多 可是它很年輕 十幾歲就開始吸菸了 所以裡面有一些 我們的肺炮的肺氣腫 那種肺氣腫一旦破裂 那空氣就會直接 就一直跑進去 這是我們覺得 它比較有可能的原因 可是你看像醫師們跟我們分享 比如說你自己的血管肌型 你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沒有狀況 可能查不出來 但是每次聽醫師們 在分享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抽菸 抽菸一點好處都沒有對不對 剛剛聽起來還有瘦瘦高高 也滿危險的 對啊 會安慰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氣胸是 高瘦率的疾病嘛 所以我們其實很常見 真的耶 所以事實上真的 而且我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你要叫鋼鐵人了耶 為什麼 因為你在急診室 真的必須要有一個鋼鐵的心 才能那麼堅強地去做處理啊 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 外表開始樂觀 可是我內心是很嚴重的 就是身為一個提神醫師 那其實還有一種狀況 其實我們在急診室裡 遇到真的太多的年輕人 或者是狀況 都是因為忽略自己身體的警訊 對 因為年輕人 都仗著想說 我還年輕啊 我怎麼可能發生這些 就是突然的 這麼嚴重的狀況 沒錯 所以這裡要分享的是 你真的有症狀 無法緩解的時候 你要 那這個是一個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她的公司 這麼血汗 她是做秘書的 所以是她那一天是晚上大概 快要接近八點 她還在公司上班 那她就是去茶水間 要弄東西的時候 忽然就蹦 就倒地 剛好因為她的同事 也都還沒回家 所以聽到蹦了一身發現之後 就趕快 看她說她趕快送妳 身邊有人 對 我們要急救 一定會有個動作是 全身衣服都會把它剪掉 這樣我們可以觀察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就發現她的那個左腳 全部貼了傷痛貼布 左腳 左腳 所以表示說 其實她在不舒服之前 她腳一直在疼痛 所以她還貼了非常多的痠痛貼布 因為我看到那個東西 我們就猜想 加上她的職業要久做 這個肺酸塞 大概就是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基點 肺酸塞 因為她就是下肢 靜脈先被血酸塞住了 所以她才會疼痛 那這時候她應該要經歷疼痛 腫脹 所以她的腳應該是非常不舒服 那當這個血塊順著血流 不小心就回到了那個肺部 塞住了肺部動脈的時候 其實你肺部就沒有辦法正常換氣了 尤其是當血塊太大 塞到主要的幹道的時候 她一下子 所以她會吸不到空氣的感覺 她應該就是喘 然後也會產生所謂的阻塞性休克 所以她當場就是沒有呼吸心跳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狀況之後 急救的方式和速率快很多 後來就很幸運的是這個女孩子 有恢復神明真相 那麼後來趕快去做導管 去用一些酸容的動作 去把那個血液給溶解掉 所以推敲起來其實假設 她當時在這個不舒服的時候 要嘛就及早就醫 或者是她做了一些止痛的處置 沒有恢復的時候 要趕快來 上班族都會覺得 我做久就是會水腫啊 然後 可是問醫師 有在給我們一些猝死的警訊 這個是大家最近非常關心的 就是說難道我們就是想要 也很想要關心自己的健康 但我們很想知道說 到底有哪些訊號 是我們自己可以注意的 對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有慢性病 他長時間的在吃藥 那可是他一天可能吃很多藥 那也是醫生開給他 這多重藥物的使用 難道也會是造成猝死的原因嗎 多重藥物的猝死的機率 真的會比較高 因為之前大家看 羅姐之前的一個狀況 大家也是推敲起來 是不是一些多重藥物的一個部分 對 那多重藥物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在這邊 我吃了降心跳的藥 下一間我說我心計 又吃降心跳藥 在下一間 大家很多的降心跳藥 過去都不認真吃 哪天我一次吃到正常 心跳跳到不太會跳了 血壓藥一次很多 降到血壓過低休克了 血糖藥一次過低造成了血糖 嚴重低血糖 那這種的狀況真的非常的常見 真的喔 非常的常見 醫生就是病人 是不是應該要先告訴醫生說 我其實同時還有在看哪些科 吃哪些藥 所以現在健保卡的查詢是非常的方便 在自己的雲端的藥力 或者是健保的健康存者 其實都有完整自己的個人的健康資訊 那這種多重就診的情況 藥物非常多的情況之下 非常建議患者應該要找 整合門診來做一個處理 跟中和的評估 整合門診是要掛哪一科 每個醫院很多大醫院都有開設 這是全民健保目前在大力推動的 叫做整合門診的 整合門診 對 也就是說你有多重的疾病 多重的藥物 強烈建議 你應該有一個整合門診的醫師 幫你做完整的藥物 重新整理跟檢討 然後再做一個分析 看看哪些藥是必要不必要 我覺得因為有的時候 病人會這樣 就是久病成兩醫 因為像比如說 我那時候生病的時候 因為的確就是 他會衍生其他很多的不舒服 所以就變成說 我看了不同的科別 然後他們就給了我不同的藥 那給了不同的藥之後 病人自己就會覺得說 好 我現在不舒服我就吃這個 然後又搭這個 又搭這個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在吃 我就想說 到底是可不可以這樣重複吃 不要說你了 我兒子現在也才十歲 剛剛感冒 就是跟他說每個藥都要吃 他就說 可是我已經沒有咳嗽了 應該可以不用吃咳嗽這一顆 就是自己會做判斷對不對 對啊 連小朋友都會這樣子 所以要來問一下冠任醫師 我就說是不是有的時候 病人其實自己已經有一些 危險跟猝死的這些徵兆 然後可是自己卻還不自知 該去醫院急救 在講這個案例之前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去區分正常的生理性水腫 跟肺酸塞 下肢 境外酸塞的 第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生理性水腫 就我們講回去 大家工作累回家 都會有點水腫嘛 對啊 腳種種的 生理性水腫 通常都是雙邊的 雙 兩隻腳都會 兩邊的 然後而且 你通常隔天起來會好一點 會比較不明顯 就是它的幅度是很少的 對 但是如果是真的 像志偉兄剛剛講的那種 下肢靜脈酸塞的 第一個它會浮腫得非常嚴重 而且它從單邊為主 它會 你會明顯發現 那它的腳痛也會是單邊的囉 對 它就是某一隻腳塞住了 所以它另外一隻腳 會相對正常 但是有問題的那隻腳 會腫得很厲害 然後會很痛 不是冰冷 是溫熱的 所以你會覺得兩隻 是非常大的不一樣 而且不會因為你隔天醒來就變好 就好 如果是真的到這種程度 其實就是真的有問題 就要趕快去感染了 對 就一定 就代表說可能不是 單純生理性水腫 所以這也是一個警訊 對 那至於我要講這個案例 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疾病的警訊 它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它是一個二十出頭的男生 小男生 它是大學生 那它的狀況是這樣 它其實從大概國中開始 它就覺得它去做一些活動 譬如說那個 學校什麼運動會等等 或者體育課 他去做一些活動 他就覺得他有點喘 然後因為老師也會擔心 就是說那不然你在旁邊休息 他其實沒有做太多的活動 那到了二十幾歲上大學之後 有一次是因為 那個就是也是校慶 大學的校慶 那他們班上要辦一個活動 類似競賽性的活動 所以他們就在預言就對了 預言的時候他就必須 真的要全力去衝刺去跑 結果在跑 超常跑 跑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突然他跑到一半就 越來越沒有力 越跑越慢 然後就 因為現在很多大專院校 或公共場合都有AED 所以當下打下去 他們發現他沒有脈搏之後 其實老師就趕快 去叫人家去拿AED來 AED就是自動續戰器 一放上去 果然就是所謂的VT 就是 所以趕快就給它電 電了之後其實那個小朋友 就馬上醒來 跳了一下就醒過來 但是還是馬上送去醫院 因為這是很嚴重的心率不整 對 那後來我們 就是幫他做一些 深入的檢查之後發現 他的心臟超越波 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心臟的 膝肉層特別厚 肌肉層特別厚 這個叫做肥厚性心肌病變 這是一種 算是比較少見的遺傳性疾病 左邊這個圖是正常的 對 正常的 我們心臟的中間有一條 就是那個箭頭寫的心室中殼 正常是這麼粗的 那所謂的 肥厚性心肌病變的人 他的心臟的厚度 會像右邊 會這麼厚 這一個 就變得這麼厚 對 所以它會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擋到一個血管的開口 這個 對 正常血液要從那邊上去 所以你看 左邊正常的土 它的路是寬 正常的 但是右邊那個土 因為它的中間的肌肉層太厚了 所以厚到時候 它會擋住出口 那是心臟連接主動脈的開口 如果那邊塞住的話 主動脈完全沒有血流 主動脈完全沒有血流 你腦 腎臟 腸胃 腸胃到 全身器官 通通沒有血流 就是倒下去就是猝死 而且它的外觀 看起來沒有變耶 所以它是從外體型 也是看不出來的 對 這個是遺傳性疾病 國外有統計 就是我們有時候看新聞對不對 有時候這個這幾年 有時候看到什麼 年輕的什麼 短跑選手 跑一跑突然打下去就死掉了 這種很多運動員的猝死 國外有做統計 真的喔 對 所以像這個弟弟 後來我們確定是這個毛病之後 第一個就是要先做一個手術 就是想辦法把中間那個消保 是 但是畢竟這不能完全 完全恢復到正常 所以我們額外要放一個叫做 那它會隨時監控你自己的心跳 所以如果沒有了 對 一旦 對 如果一旦你又發生 像你那天跑步一樣 突然又開始心律不整 嚴重的心律不整 它會偵測到 它幫你電擊 對 因為它現在的狀況 就必須要重生化 所以如果有人發現說 自己在運動或是行徑中 有異常的喘 其實他可以去檢查一下 自己的心臟有沒有這個問題 讓他及早做處理 喘 然後而且我們講的是說 稍微活動 就是只要一動就很喘 甚至有些人嚴重到會暈 因為你腦部血流減少 你就會暈眩 我老公就是這麼罵我的耶 因為我隨便動一動 我就說好喘喔 我老公都說你很誇張耶 叫你運動不運動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查出來 因為它如果是遺傳 有關係的話 其實結構上是看得出來 哪裡出狀況 不過有一個狀況是說 因為其實台灣偏頭痛的人很多 然後像我也是一直有頭痛狀況的人 可是那時候我追動脈破裂的時候 我也是會異常的痛 可是那個異常的痛 你會痛到覺得有一點生不如死 就是會跟平常 然後你吃止痛藥是止不住的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已經 再告訴你有警訓了 你的情況可能是這個追動脈玻璃 不是以破裂 如果玻璃也大量出血 那個可能就會出很大的問題 那我這邊有一個病例 他大概是大概三十五歲的一個婦女 是 那他也是常常頭痛 常常頭痛 然後他有一次 有發生了一個劇烈的疼痛 非常劇烈的 好像被雷打到一樣的痛 可是他仗著他自己年輕 然後我那時候也三十幾歲 身體 都三十五歲 他生了四個小孩 他覺得他身體很健壯 很健康 對 所以他就去藥房 拿了一些止痛藥吃一次 之後也不痛了 所以他就沒有在意 對 可是過了幾天之後 又再一次的劇烈疼痛 可是這一次是 然後之後人就昏倒了 那他趕緊就是送到醫院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發現 電腦斷層就可以照出來 它是 那也是暗示我們血管的問題 那我們再進一步做這個血管攝影之後 發現他的這個前交通動脈 有一個 是因為這個破裂造成的 對 那我們趕緊去幫他做一個 這個動脈流夾臂的手術 那就成功地就把它揪回來了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那所以以這個案例來說的話 其實他之前就會產生這些疼痛 劇烈的頭痛 這個我們叫做 滲漏 滲漏的時候會滲漏出血來 來刺激我們的腦 對 血管跟腦膜 我們腦本身是沒有疼痛感覺的 是有這個滲漏之後 才會產生劇烈的疼痛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給你一個徵兆 跟你講要出大事了 你要趕快去處理 對 結果他沒有去處理 其實那個頭痛 真的不是一般的痛感 你也會覺得這 剛剛醫生形容得很好 到後來就是轟大事的痛 轟炸型 真的好可能喔 都是形容說是被雷打到 可是當然我們沒有被雷打過 也不曉得是怎麼樣的痛 對 那在台灣 我們大概是每年 每十萬人有十二個人 會發生腦動脈流的破裂 所以以台灣兩千 那其實比例也沒有很低耶 以台灣兩千三百 大概六十萬人左右 然後乘以下去的話 一年大概會有 兩千八百二十八個人 會因為腦動脈流破裂 而且這醫師算數好好喔 他心算怎麼不算 他算好快喔 好可怕 兩千五 因為這個數字很好記 算好了 算好了 他夾算剛剛好 所以你說有動脈流人 都有這個風險是不是 有這個風險 而且這個破裂之後 他其實 來不及了 有三分之一在過程當中 就死亡了 剩下三分之一 有接受完整的一個治療 所以我算很幸運的對不對 因為我還坐飛機 因為飛機有那高壓 壓力的改變 因為白話的說 這樣的病人 只要動脈流一破裂 它其實只有三條路 一個是當場死 一個是送到醫院死 一個是聖不如死 你怎麼這樣 所以當你有這個 前面的這個徵兆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要教育民眾的 對 因為大家現在 止痛藥太方便了 所以頭痛哪裡痛 都推一顆止痛藥在說 可是很多人是檢查出來 有動脈流 是不會痛的 它是好好的 對 那個沒有破裂 所以它有些 我們有高階健檢嘛 現在其實很多藝人都有這樣的 去做健檢 然後有發生 那它是 就跟它和平共存嗎 我們要去評估它 有比較大的 血壓要控制好 但這個時候你三高的 控制就要控制得很好 對 然後如果說是可以 去做一些處理的 可以先用血管內的痠塞 對 不用鬥到大手術 對 所以對於一些重症 我們還是要教育民眾 不要把它當成輕症去處理 那我分享這個先生 他是牙動 半夜來 那時候半夜計程師 還是像菜市場一樣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處理很多外上的病人 那個先生來 非常的體貼 我們醫護人員 他來說醫師 我牙痛 而且我知道 就是現在半夜 我牙痛我只要止痛 因為我們大概不會 在半夜有牙科來會診 來幫他做 舉持的一些處置或什麼 他是也知道說 你給我一次止痛的話 我就回家 對 那他還算 他還有去醫院 要不然一般 不是自己去藥房 因為他真的是痛到受不了 大家覺得牙痛 真的是不舒服 那他就半夜來 我要一次止痛就回家 你幫我打一次止痛就回家 可是我其實沒有看過病人 或真的評估過 我很 我通常是不會 直接相信病人講的 對 所以我說你先等我一下 我評估完 我再跟你打 他就很不耐煩 那我處理一個段落之後 我就去評估他 我說那你哪裡痛 他說這邊 我說哪裡 這邊 你指給我看哪個地方痛 因為通常你牙痛 甚至牙齦發炎 對 應該有個明確的位置 你一定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疼痛的地方 可是他就是說不出來 他說我就是下巴這裡不舒服 下巴這裡 就感覺好像整個下顎都在痛 對 我看著他這樣子的年紀 雖然他沒有什麼慢性病 但是我想他的生活習慣 大概不會很正常 我就跟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讓我做一張心電圖 我就幫你打止痛症 還要跟病人談判表現就對了 先講好了 因為他就是覺得他就是牙痛 他打止痛藥他就要回家 他不打擾我們 他可能太痛了 可是事實上我真的覺得 他不是牙痛 甚至我擔心他是一些 像心肌梗塞的專移疼痛 我說那你讓我做一張心電圖 我確定你正常 我就幫你打止痛症 後來他就嘴巴念念有詞這樣子 我們就讓他躺床做心電圖 就一座 心肌梗塞會下巴痛 對 它是一個轉移疼痛 我遇過肩膀痠痛的 我也遇過左臂麻痛的 但是 你今天一直說你左邊肩膀痠痛 這邊很痠痛 因為我一直轉這裡 是右邊 還好在右邊 其實你會轉痛啊 或者是壓痛 你都不用擔心 那種通常會合併 你真的是胸門不舒服 還有其他的不舒服狀 對 所以我看到是 我一看到心肌梗塞 急急行肌梗塞 所有的護理師聽到我這麼一講 大家就開始動作 因為這是時間急著 對 沒錯 他都還沒來得及反應 我們已經開始在找他 打點第一個短路 有人在拉他褲子 他就會覺得說 我不是牙吐嚕 你怎麼脫褲子 首先他先莫名其妙 那你知道我們這種 我們會先幫他做一些 心導管型的準備 就是我還在解釋的時候 護理師已經在動作 因為我們要搶時間 心肌梗塞也很緊急 已經有人在拉褲子 因為我們要從屬西部 對 要做 可能會做導管 導管 所以要刮他的毛 對 褲子拉起來要刮 他就開始反抗 他說醫師你在幹什麼 那還好是個男生對不對 如果是女生 就會覺得說 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牙痛在刮我的毛 好奇怪 所以我們最後解釋 他就當場是很抗拒 因為說醫師你有沒有搞錯 對 我先牙痛 你不幫我止痛也就算了 還要刮毛 還硬要我做心電圖 現在怎麼 你說我心肌梗塞 他覺得要刮我的毛 他真的整個是非常抗拒 不過後來還好 他太太趕到了 那我跟他 他在解釋之後 他太太趕快去跟他說 那他大概跟衛醫師一樣 尊重太太 所以太太一到之後 他就好了 你有必要請你這樣加這一點 旁邊還要誇獎 請你講 所以他就配合 就是我們做了處置之後 但是他 也不知道運氣好或不好 我們很快地發現 可是他要送導管式 我們還沒有下電梯 他就致命的刑律不整 又推回來 做了電梯 後來是在急診 裝葉克模 那裝完之後 才去做行導管 不過後來他真的是 運氣很好 我們就說急救向戀愛 你在對的時間內 遇到對等做對的事 你就會活 所以他後來是 有存活下來的 所以是康復處院 對 威醫師我覺得你們都會 很有福報耶 真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說 大家要及時行樂 真的 對啊 因為你就是要 及時行樂有需要及時 直到每天跟老婆告白施愛 真的 還要再用我們的公頃 急救還像戀愛咧 像威醫師講這種 心肌梗塞 轉移到下巴的 其實我有心臟會又碰到 然後每次我好像 也會碰到像威醫師講這種 就是他明明做完 他覺得他沒事 可是急診醫師 全部豐勇而上 大家都非常緊張 對 這種我都會有一個說詞 因為他自己會莫名其妙 我就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來急診 你那麼多醫生 護士圍在你旁邊 我說你之前感冒牙痛 你來是不是坐在那邊 兩個小時沒有人理你 對啊 大家都在顧重症的東西 對 現在你一來之後 十分鐘之內 所有點滴所有心電 你什麼都做完了 你想你這個是不是很嚴重 我跟你講像我那一天也是 他就會嚇到 我到醫院去檢查完之後 通常檢查完醫生 就慢慢來 然後那一天 我在那邊等的時候 我就突然就是護士 然後醫生 然後整個就進來 我就覺得說 狀況好像有點不大對 他就馬上叫我 這妹妹的 這妹妹本人好漂亮喔 來 然後這時候頭痛還要這樣子 對不對 對 可是不過現場那個氛圍 你會知道說自己要有事 真的就是事情大條 沒錯 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小症狀 尤其是一些感冒對不對 感冒也很容易被欺負 大家都會覺得感冒 就是休息幾天就好啦 那所以我們現在分享也是一個 就是大概三十歲左右 滿年輕的 然後他就是反覆反覆地 一直感冒 感冒大概一個月 那這種感冒一個月 通常感冒不會持續這麼久 對啊 所以他等於是好了又感冒 好了又感冒 反反覆覆這種症狀 那這種症狀他平常也覺得 自己就只是流鼻水啦 然後就咳咳嗽啦 有時候喘啊 感冒比較久 那總是會有點喘 那個大家也會覺得好像還好 對 就感覺好像感冒咳久了 就有一點喘是不是 對 就咳久大家都覺得 有一種肌肉痛啊 喘啊 胸口有點痛 可能咳太用力吧 大家都覺得不以為意 可是在這個某一個過程之中 他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就啪 就直接倒下去了 那時候醫院來的時候 就大家也是一樣 就趕快量測血壓啦 做一些檢測 其實在救護車上 早就都做完 重點是血壓又量不到了 那這種血壓又量不到 幾乎就是這種休克 那突然性而 跟心臟是最有關係的 對 穿破一次喔 外面有一層好大好大 在時光底下就看得到 就心臟一坨白白的影像 又比較大的東西 什麼啊 就是有一層水 就是我們叫 在心臟的心肌外面有一層膜 那在那層膜的時候 有時候會積水 那積水的時候像什麼呢 它水積得夠多的時候 它會像掐住這個心臟 有東西就握住這個心臟 心臟本來就是吸血打血 吸血打血 可是它就直接縮住 這就是跟感冒非常有關係 病毒感染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都是呼吸道感染 就算都是呼吸道感染 可是有一些可能有 自體免疫疾病的人 或是一些反覆感染 去誘發免疫的狀況 其他的東西 那誘發出免疫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變成是它開始 那邊就開始積水了 免疫反應過牆 開始慢慢積水 那積水積到一定量的時候 就掐住了這顆心臟 那還有我們心臟那顆醫師 非常厲害 趕快就把水多放一點出來 讓心臟就 又可以開心的 自己的不會有人限制它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感冒這件事情 不可以覺得感冒就很輕忽它 如果當你感冒到覺得 胸口有點悶 會有一點痛 會有一點喘的時候 這種嚴重的感冒 還是會引起我們心臟的病變 以及心臟的疾病 也是有可能造成立即的生命 而且我覺得 不只是醫學跟手術一直在進步 其實病毒也一直在進化 對 對不對 你看現在感冒的症狀 都越來越兇狠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還有大家有一些症狀 是比較容易輕忽的 像台灣人其實也很常 會有腸胃方面的狀況 然後大家通常 就自己吃個胃散 自己吃胃散 腸胃藥 腸胃藥 吃個什麼消化錠之類的 所以其實 中了前面幾位專家醫師說的 其實就是說 當你有一些 習以為常的症狀 可是這一次的症狀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特別疼痛 或者比較加劇的時候 就是你自己要注意的時候 像一個 三十多歲的一個女生 那她其實是這樣 她前面的病史 這是後來再問的 就是說 她前面的病史 就時常有一些女孩子 壓力大 腸胃有不舒服的狀況 那消化不良 就常常去買個陳藥吃 因為看醫生掛什麼 有時候也很麻煩 那這一次是因為真的 劇痛兩個禮拜多 兩個禮拜 對 劇痛兩個禮拜多 胃痛 她受不了 她才跑急診 就是上腹痛 然後就跑急診 那跑急診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每個急診 都像魏醫師這麼的警覺 你知道嗎 那她就說 陳醫師那個 這個病人應該是大腸發炎 所以你要不要 就是說幫我們收住院 他只要打抗生素就好 結果那一天 隔天早上我就說 好隔天早上我去查房 看病人的時候 那個病人跟我講 之前消化不良病史的時候 是臉色發白 很喘的在講 我說你肚子有喘 你肚子痛有 痛到要喘到這個地步嗎 因為她是臉色整個蒼白 然後跟你講的時候 是喪氣不接下 因為你肚子在痛 但是有點不正常 其實有點不太對勁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 我就直接幫她做一個 那個X光跟心電讀 結果心電讀一看就是異常 然後我就緊急會 冠軍醫師這種心臟內科 結果她就說 是 因為當你上呼吸到感染 或者是腸胃道感染 有時候 兩三個禮拜以後 有的人會併發這種狀況 或許它是陰 也有可能是果 反正不管怎樣 它就是那個 極性心肌炎的一個狀況 對 那我們就趕快轉加護病房 那你是要轉加護病房 其實 因為極性心肌炎 它可以變化得非常非常快 那個有的人運氣好 你打抗生素壓一壓 它是可以過去的 有的人過不了 就會像它這樣子 所以心肌炎不是直接 推進去手術喔 不是 心肌炎 第一線的治療是抗生素 要先消炎 治療之後 看它的狀況來做變化 來做處理 要看它心肌被破壞的程度 破壞一點點 那撐住就過去了 那它就裝葉克膜 那裝葉克膜之後呢 後來還好 就是葉克膜也有扒掉 可是它就列入一個 那個台灣的心臟移植名單的 其中裡面一位 所以就是因為它的心臟的狀況 就是已經非常的 不太能夠 能夠附和它稍微 勞動一點的工作 但它是有出院 可是它就是列入 需要換新的名單裡面 那我說這個東西其實說 像衛醫師這樣有警覺 對病人也是福氣 對醫生本身自己也是福氣 為什麼 這樣如果牙痛 他給他打他一支 然後讓他回去的時候 對 直接在家裡黑掉的時候 我看衛醫師就要 我也要黑掉了 拋法院了 黑掉了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部分 醫師的警覺性 對病患是好事 對保護醫師也是好事 沒錯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要提高警覺 不只是醫生 醫師當然是隨時隨地 就是stand by 那我們自己如何就是提高警覺 讓我們有這個防備心 年輕族群比較容易發生猝死 有文獻寫幾大原因 第一個跟心血管有關 就我們講的 第二個跟腦神經有關 包括那個名證醫師的那個 就是動脈瘤 動靜脈畸形這些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是 急性的電解質不均衡 比如說你濫用藥物 或者是你突然做一些 水分補充不夠 但你做過度的一些運動的時候 也有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跟那個 然後當然 第一個其實最常見的是 呼吸道阻塞 莫名其妙的呼吸道阻塞 比如說 這個其實跟前面的藥物 也有一些關係 比如說 你為了要安眠 你為了要 自己的精神放鬆 結果你服用了過度放鬆的藥物 加上比如說 前面我剛才講的病患 有呼吸睡眠中止 你又精神壓力很大 你去用藥物的時候 你就容易有這些問題 所以這五個東西 其實是年輕人會猝死的五個原因 那所以你要去防範 就這幾個方面 那心血管跟腦神經 其實一方面 你平常的健檢要做 另外一個就是醃酒 真的這個習慣其實不是好習慣 真的喔 可以免則免 一杯紅酒可以有助睡眠 這個我完全是推翻的 請看我的 沒有啦 其實現在來講 後來發現證實 其實它 對 其實這個又是長篇大論的 酒精的部分 其實它跟阿姨也有一些關係 再來就是有三高的問題 比如說 這三個疾病 雖然我們都講 這三個疾病本身不可怕 你也不知不覺 可是你這三個東西 你不處理的時候 你就是慢慢地讓全身 各部分的血管 慢慢地在硬化 那硬化得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到腦部就中風嘛 到心臟就心肌梗塞 到身臟就洗腎 那再來就是 尤其年輕人 你要做一些劇烈的運動的時候 對 而且做完之後 記得 很多人沒做這類型的動作 沒錯 然後做完 也要適度地去補充水分 然後再來就是 藥物不要濫用 那再來就是 你萬一 你有一些 已知的疾病 比如說 請你旁邊要 常備你需要的藥物 我再稍微提一個案例 就是我一個 三十歲的一個女性 她是來開乳癌 她有長期抽菸的習慣 她從那個 聽說從國小就開始抽菸了 國小 所以你知道她來開乳癌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不是乳癌 是麻醉科評估 她的那個 所以我們是幫她開完乳癌之後 還有就幫她說 你這個 心血管就比較狹窄 要不要做個支架 你自己要注意 可能要之後很快就要做支架 所以她那時候 我們的會診的 合作的心臟科醫師 也有跟她說 有一瓶那個消化肝油說 萬一臨死不舒服的時候 你趕快喊 她真的那個 在做化學治療回去的 有大概第三次化學治療回去 在家裡看電視看到一半 突然就倒下去 她就是直接這樣 躺在她媽媽身上 然後她說你怎麼了 結果就發現她沒有 完全沒有意思 然後就想到那個醫生 想要趕快拿消化肝油給她喊 喊了之後就 稍微有一點點 嗯啊這樣起來 然後就趕快打119 然後邊做 然後送急診 直接放新導管做支架這樣 所以其實旁邊的急救藥物 很重要 那最後一個還是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 對 要負擔 對 要有半 對 謝謝陳醫師 給我們很多的提醒 因為大家常常都講說 就是現在這麼多 年輕猝子的案例 大家都會講說 我們人真的要及時行樂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但是有很多人選擇 活在當下的狀況 其實是對自己造成加速 就是加害不健康的一些因素 比如說喝酒 抽菸這些 都不叫做即時行樂 活在當下 就是要快樂的活在當下 而不是痛苦的活在當下 而且要快樂 又健康的活在當下 對 所以我真的是 2020的確是很多 悲傷的事情 但是只剩幾個月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沒錯 我們都要好好的喔 所以今天醫生們 也分享了很多的警訊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 有點不對勁的時候 就是尋找專業的醫師 來檢查一下 祝福大家一切健康 非常謝謝我們的醫師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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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